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发布会当中雷金也是非常动感情 几度哽咽 诉说着做小米产品的不容易 天空正在下着雨 那下面我们就赶紧回到酒店 一起快速浏览一下小米5S和小米5S Plus 究竟表现怎么样 外观部分之前的小米5沿用了小米Note的设计 但是小米5S却没有完全沿用这样的设计 让我们有些意外 比如全金属机身的回归 或许是陶瓷的产能实在是跟不上 虽然雷总强调是民意 但我们还是觉得陶瓷的逼格可能更高 好在高光拉丝的工艺可以找补一些闪光亮的感觉 比如不对称的天线条 和iPhone7相比没丑因人而异 不过灰色是可以一定程度掩盖天线条 比如前面板的2.5D玻璃 终于摆脱了滑手的尴尬 前后的弧度呼应让握持更舒服一些 比如令人窒息的前面板 指纹传感器隐藏在玻璃当中 前面板没有了打孔 色差也要控制的优秀了一些 设计感一体化都有所提升 小米5s也确实成为了首款Underglass指纹识别机型 但是为了方便找到识别区域 强行加入了一个凹槽 如果你不仔细看还以为和1加3相同 和小米5的识别率和识别速度对比发现 小米5s不落下方 有一些场景比如按压后立刻抬起 甚至比小米5的识别速度还要快 这样看来没有打孔的超声波指纹识别 已经达到了相当可用的程度了 另外取消小米的logo 不知道算不算是重大的改进 5.7寸的小米5s plus和小米5s区别明显 除了轮廓和颜色一致之外 我们甚至以为它们不是一代产品 比如小米5s已经开始使用了隐藏式的指纹识别 而小米5s plus却依然是后置开孔 比如引入了上下布局的双摄 并且移到了背板中轴线 闪光灯则是位于双摄的右侧 没有因为新的组件带来太多不适应的感觉 总的来说小米5s的外观算是一次有诚意的升级 起码你找不到明显的短板 无论是手感还是质感都做到了已有形态的极致了 也符合我们对于s的认知 硬件配置方面虽然发烧不等于对配置 但是小米的发架和一直采用顶级配置是脱不了关系的 具体来说小米5s使用了第一配版的骁龙821 CPU和GPU的主频都有所限制 小米5s是3GB加64GB和4G加128G的存储组合 小米5s plus则是完整版的骁龙821 存储组合升级到了4G加64和6G加128G 是属于目前安卓阵营的顶级水准 其实骁龙821相比骁龙820的提升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 主频确实稍有提升 针对VR和双摄等新的功能增加一些新的优化 如果其他的功能相同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820和821的区别 至于高通为什么要吹嘘821有多么优秀 或许只是为了让厂商开发布会的时候 有话说 拍照体验部分 相机的硬件提升有莫共睹 先看小米5s 1200万像素后置相机 使用了索尼的MX378传感器 最大的特点是2.3英寸的感光元件 这个在手机里面确实是算大的了 小米5s则不再沿用了红米pro的主副形态 转而向国内智能手机厂商偏爱的黑白 索尼的双1300万像素的配置 两个镜头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也可以同时工作 样张部分我们找来前几期视频当中 拍照表现比较优秀的1加3来做对比 首先来看远景样张 乍一看观感都还不错 只是白平衡的取向有差异了 而小米5s plus将火烧云表现的更加明显一点 小米5s其次 1加3黄的有一点过 我们放大低面来看 只有小米5s的细节更丰富 专时的细缝可以清晰的表现出来 5s plus和1加3表现的差不多 不过它们比起小米5s来说 细节都要少一些 来看近景样张 1加3无论解析力还是色彩 都要比小米系好不少 我要是不说的话 你能从小米5s plus上面看出相机的皮质纹理吗 1加3的锐利程度确实要好一些了 花草的样张除了小米5s plus偏冷之外 其他几个的风格都差不多 花瓣纹路清晰可见 花朵色彩也没有溢出 但是边缘画质是都有降低的 这个基本打平 最后的建筑样张 1加3的亮度最高 楼下的树木没有乌漆漆的一团 小米5s和1加3的墙面也没有过度的图博 小米5s plus要稍微差一点 而小米5的墙面 你已经看不出太多的内容了 几组样张简单总结的话 小米5s和1加3都是表现很优秀的 而5s plus单看画质的话要稍逊一筹 不过显然其双摄玩法更多 而它们都要好于之前的小米5 这个也证明了 手机的影像系统仍有潜力可望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小米5s是5.15英寸的1080p屏幕 亮度达到了600尼特 LCD阵营里面属于比较高的水准 而5s plus则是5.7英寸的 这个让我们不禁怀疑 5s plus是不是就是小米的Note2 另外小米5s高配版 支持类似3D touch的压感屏 用力压按屏幕 可以实现更多的交互可能 目前的应用 大概就是桌面可以呼出二级菜单 不过即使iOS的号召力 也没能让3D touch颠覆交互体验 更多的只是一种补充 甚至大多数的情况 你都不会想起这样的功能 何况是众生百态的安卓了 受教方面 发布会上雷军也没让大家猜 反正大家也知道 不管是什么配置 小米都是1999起价 今年小米没有再过多强调性价比 毕竟那边还有一个卖一台赔200的乐视 在虎视眈眈 在布局方面 小米目前有10款手机同时在售 价格也从700元一直布局到3000元 不知道你打算买哪一台呢 嗨大家好 是到了总结的时候了 因为其他人都睡着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两台跟大家说了 抱歉 这次的小米5s和OS plus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没有完全沿袭之前小米5的做法 进行了一些其他的尝试 特别是引入了一些其他手机还没有的技术 比如说这个Underglass的指纹识别 觉得小米还是有一些追求的 不过呢 具体表现怎么样 我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在后续 小米5s和OS plus和其他机型 在对比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情况 而且呢 目前小米5其实还在热销的阶段 希望这个OS和OS plus出现 不会影响到目前小米5的情况 那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美学的详细的对比视频 好了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好 我是拿言 科技美学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 顾名思义 大家测的就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 在这里呢 你可以申请到最热门 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 最重要的是 它们都是免费的 再 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 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呢 不用归还 所以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 免费申请吧 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 20台路由器 鼠标键 键盘 还有蓝牙音箱等等 总价值超过了5万元人民币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 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 好了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 大家测吧 而发布会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雷军几度哽咽 诉说着做产品的不容易 好 当然 感情 好 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了雷军在发布会当中 几度哽咽 诉说着做产品的不容易 那感情归感情 我们还是要看产品对于消费者 究竟是 那发布会当中呢 我们看到雷军也是几度哽咽 诉说着做产品的不容易 当然了 感情归感情 我们更应该看产品本身是怎么样的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用比较短的时间 快速来看一看 iPhone 5 好 在发布会当中呢 雷军也是狠动感情啊 几度哽咽 诉说着做产品的不容易 当然了 感情归感情 我们更应该看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呢 就和科技美学一起快速的浏览一下 iPhone 5 感情归感情 感谢观看